大家好,欢迎收看刘律师说法 EB5系列第一集 EB5投资者为什么权益如此之少 EB5投资是美国移民政策的怪台 不是自由市场真正的投资交易 首先,很多在市场上 没有业绩或生育获得资本的开发商 利用EB5政策来蒙骗法律意识薄弱 难以有效组织起来 和他们谈判了中国大陆潜在移民 其次,中国大陆的潜在移民 不明就里,盲目依赖美国法治 而美国法律信奉合同自由 国家公权倾向于不干预投资 或者其他自由经济交易 不以中国投资者期待的方式 来维持正义,保护投资者 具体来说,美国的基金 包括EB5基金 一般以有限合伙企业形式组建 有限合伙企业的资理 基本上按照合伙企业协议来进行 成文法的规定比较抽象 所以基金的投资决策权 运作权等等按照惯例 属于基金经理人 投资者一般仅有法定知情权 合同下的经济收益权 名义上的治理参与权 这就会让公平思维方式下的 中国EB5投资者 在投资亏损损后 商权鲁婆一样悲愤交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